新北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加强防疫 同时维护移工的住宿环境安全 市府26号早上办理移工住宿公共安全机查 这次主要机查 雇佣超过百位移工的工厂宿舍 公安小组联合消防监管单位 在业者的陪同下 查访移工的居住环境 我们有做预测分流 那上面所贴的号码呢 就是按照房号 机查过程中 市府针对有疑虑不合格的地方 马上指证要求工厂改善 任何小地方都不能马虎 针对移工宿舍 做它的相关的一个联合机查 包括我们的移工宿舍的管理 还有我们防御的措施 还有我们所谓移工宿舍的安全机制 是不是有到位 这是我们这一次机查的主要目的 若有移工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也尽量要有一人一室的空间 每人的居住面积 也应该大于3.6平方公尺 新北市府针对厂住合一的移工宿舍 加强风险管理 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 防堵疫情扩散 记者前推出叶昀娜新北报导 这是消毒药水吗